蓝玉是明朝的开国将领,他有胆有谋,勇敢善战,屡立战功,本应该是拥有无上的荣耀,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以谋反罪被杀,那么战国丰硕为明朝开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蓝玉,他被杀死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?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可是,蓝玉为何会落得这个下场?他有什么必须要死的理由吗?当我们去了解蓝玉之后,便会发现此人的狂妄之处,有一件事情连朱元璋都赶不上他。 从军起家,与太子交好,元末年间,朱元璋领兵起义,与长玉春、蓝玉为同乡,蓝玉最初便是在长玉春的麾下做事,担任管军政府,他行事风格大胆,打仗也十分有谋略,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好武将,于是长玉春对蓝玉也十分重用,多次在朱元璋面前提起和夸赞蓝玉。 蓝玉官职高升后,又出征四川拿下了成都,在1372年时,朱元璋征战沙漠,蓝玉便担任中路军的先锋,在野马川将阔阔贴木尔的骑兵打败,之后奋起直追,将阔阔的军队追赶得直逃,可见蓝玉在军事上,还是十分有本领的。 而蓝玉的姐姐,是长玉春的妃子,她们的女儿后来还做了朱镖的太子妃,所以蓝玉不论是与长玉春,还是太子都十分较好。 而且根据记载,朱元璋也曾表示,希望蓝玉可以好好辅佐皇太子,两人关系非同寻常。 每每重要正事,太子也总是和蓝玉商量,她也俨然成为了太子的心腹,加上她立下了多个战功。 在北上征战元朝与党时,当时的蓝玉作为大将军率领十五万名军,向北方出发,行至如今的贝尔湖附近,但是仍然没看到敌军。 这时候,蓝玉有心思想返回,没想到被定远侯王碧劝告,数十万人,如果就这样回去的话,恐怕不好和皇上交代,于是蓝玉便决定趁着夜色赶往贝尔湖的南边,距离敌营还有八十里,她将王碧任命为先锋,率兵急速冲锋。 北面的雾气给了明军很大的优势,导致援军根本没有发掘,随后大败援军,除了援主和太子仓皇逃走,其余的人死的死降的降,总共降服了七八万人,以及各种牛马牲畜十五万余头,朱元璋得之后大喜,蓝玉又继续攻战,在与哈腊张营的对战中,再次大获全胜。 在班师回朝之后,朱元璋将他封为梁国公,其实原本主义为梁国公,但朱元璋思索后便改了字,这是为啥呢? 其根本原因便是,蓝玉和太子交好之后,形势开始越加跋扈,对待下面官员蛮横,甚至纵容手下闹事。 从征战援军回来之后,半夜到了喜丰关,由于关中的官吏没有及时出来开门,结果蓝玉允许手下的将士,直接将关门打破之后,静止入关。 这件事情,让朱元璋很不高兴,就连长玉春和徐达在世时,也不敢如此大胆。 所以才将他的梁改为了梁,同音不同字,他的封地也差了不少。 而这样的行为,也不是蓝玉第一次如此了,不过由于他和太子亲近,这也是朱元璋留给太子朱镖的一员猛将,所以尽管蓝玉是傲,但只是多次批评,还曾将他的过错可在铁券上,可蓝玉依旧如初。 从蓝玉和朱元璋的几来几往之间,便可以看出,朱元璋对蓝玉,心中一定是有不满的,可是这不满,最后是如何面对蓝玉案的,我们不得而知,但是从几点中,我们能够知道,朱元璋为何会对他下手? 蓝玉案引爆的最大原因,咱们先来看蓝玉案的开始。 红武26年,任职锦衣卫指挥讲业突然告发,称梁国公蓝玉涉嫌谋反,随后蓝玉下语,接受了审讯。 没多久之后,玉族称蓝玉招供,还说曹镇、张义、朱寿、王毕等人,都与他一同参与谋反,他们准备称朱元璋及田石动手。 蓝玉在作为大将军之后,手握多地的兵权,还被晋升为太子太傅,但是蓝玉性格蛮横,形势欲加张狂,他竟然对太子太傅这一职位不满。 早在他征战援军时,还曾传出他和元主的妃子之间有染,导致妃子羞愤自杀。 正是因为他的种种行为,才导致朱元璋更改了封地,但是蓝玉又是太子的极力拥护者。 我们都知道,朱元璋对太子朱镖,感情有多深,所以尽管蓝玉形势大胆,但是可以成为太子的助力,而且凭借朱镖的手段,也完全可以驾驭蓝玉。 那么朱元璋,为何会从真性情的好汉,变成魔王的呢? 笔者认为,三点原因,且还是互相作用,因地位改变而造就。 有句老话叫,观生脾气大。 人们都表示,这现象实在不应该,但问题是,即便谁都明白不应该如此,为何千百年来却还是这样,这就是地位决定的。 养人平吉时,对方哪怕耍个小杏子,对你翻个脸,你有时还觉得这很可爱,可一旦对方地位超越你了,哪怕仅无意间冷眼看你一下,你都会认为,这小子什么东西,观生脾气大啊,见到我了,都不睁眼看。 朱元璋何尝不是如此呢?比如,他当了皇上大哥后,才有资格给长玉春绘制龙袍像,别人谁敢这么提议,那是找死。 同时地位越高,就越聚焦眼球,哪怕任何一个细节,都会被无限放大。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,就产生了极差,一下子虚构空间就出来了。 比如,朱元璋赏给长玉春两位漂亮宫女,却被长玉春的老婆给砍了双手,朱元璋一怒之下,就杀了长玉春的老婆,由此,长玉春也被吓死了。 这种故事都听说过吧?却是假的。 因性格刚猛而促成。 这点属于朱元璋的个人因素,也就是性格决定论,朱元璋自己就曾公开表示过,历史上这么多的开国皇帝中,也就我老朱跟老刘,刘邦才是真好汉,地位最正。 刘邦起身于亭长,朱元璋是捧着一个讨饭碗,两人都是带着一标穷哥们拼杀出来的。 刘邦素有流氓皇帝之称,朱元璋则是滥杀功臣的魔王。 刘邦之所以流氓,是因他不按套路出牌,他的性格是那种天马行空类,朱元璋之所以是魔王,是因他太刚猛导致,我说怎么办,就必须怎么办,达不到就必须接受惩罚,性格是那种极端负责类,当然也可说,太过完美主义色彩了。 在朱元璋手下当官,也就成了一种高危职业,朱元璋总想让所有人都跟他一样。 若不一样,该罚就罚,该杀就杀。 可问题是,千人千面孔,百人百性格,五根手指还不一般长呢? 因此,不容忍,就逐渐变为了试杀,谁让他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皇上大哥了呢? 哪怕明明是做得对,也会由于朱元璋的这种性格,而导致扩大化。 比如空印案,朱元璋该管,该杀那些人吗? 必然的,这是罪无可赦。 可却被朱元璋给搞得扩大化了,导致出现了不少冤案啥的。 因朱标意外去世导致。 为了把朱标培养成明君的标杆,让大明坐稳天下乃至昌盛。 朱元璋几乎倾注了所有心血,以至于朱标都被称为,史上权力最大的太子。 只可惜,朱标却在公元1392年去世了,这个打击让朱元璋根本承受不住,不仅仅只是老来丧子的悲痛,更因他清楚地看到,大明朝未来的天塌了。 朱标在,朱元璋在魔王,臣子们也都能忍,所谓忍过你老朱发疯,且你还能疯几年。 只要忍到朱标登基,没有老朱的日子,那才是好日子。 因为一则朱标被文臣们所推崇,他的老师是大如宋连,二则也被武将认可。 明朝大将蓝玉,按辈分来言是朱标的舅舅前文有介绍,蓝玉的姐姐是长玉春的正气,女儿嫁给了朱标,是妥妥的太子党。 三则,朱标表现出的才能,也让朱弟等兄弟各个臣服。 也就是说,在当时的大明朝,除了朱元璋外,就只有朱标能镇住各方势力,谁都要乖乖听话,不同点仅在于,朱元璋刚猛,朱标人后罢了,因此,朱标意外去世,等同于大明未来的天塌了。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朱元璋彻底魔王化了,而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,便是蓝玉案,也就是杀蓝玉。 我们不得不承认,蓝玉的个人能力,的确很强,他对明朝的开朝,也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但是,众所周知,朱元璋生性多疑,而蓝玉却丝毫不不知道收敛,所以由此可见,他被杀死,也是必然事件了,归根结底,就是他犯了朱元璋的大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